嫦娥奔运的故事想必镜头前的很多宝宝都耳熟能详 那脱离月宫冲回地球的嫦娥仙子又会怎样 如此的神操作绝对让人期待 奇妙的电影荧幕就一次性满足你了 近日由黄毅监制、王子明总导演、侯蒂园联合导演的电影《重回地球》 在京举行开机仪式 除了以上主创之外 余文伟、马可、魏祥、关德辉等演员阵容也一一揭晓 据悉 此次电影《重回地球》讲述了嫦娥阴差阳错 跟随中国登月舱从月球回到了地球 在经历了亲情友情的多重风波后 决心重返月球 最终嫦娥在地球伙伴的帮助下 终于迎来了飞天行动 这样针对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全新解读 视角独特新鲜 可谓是吊足了影迷们的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 近几年黄毅参演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 如今回归除了演员身份 还成功跨界 挑战起了监制 这样的多重身份 还真是让人期待影片的最终呈现 开机仪式当天 黄毅一身休闲装扮现身 再搭配剧组必备神器于夫貌 还别说黄监制的气账十分强大 而此次余文伟、马可、魏祥等实力派演员的加入 也不禁让人好奇 嫦娥以及第九小伙伴们的角色 到底都花落谁家呢 我在这里边演一个网吧老板 我脑子里不想在喜剧还是不喜剧 我也每个角色基本上都是 按照正常人该怎么演 我就应该去怎么演 好吧 您这角色的信息量还真是保密得很 不过面对大家最好奇的 黄毅是否会出演片中角色的关键问题 小编还是成功打卡 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次《重回地球》是结合了中国经典神话 二次元、航天科技等多种元素的影视作品 将天赋科幻喜剧的传统印象 以全新的视角讲述现代神话的喜剧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